环保部发改委能源局日前引发全面实施 煤电电厂超低排放以及节能改造工作方案 提出到2020年全国所有具备改造条件的燃煤电力厂 力争实现超低排放 将东部地区原计划的2020年前完成的超低排放改造任务 提前至2017年前总体完成 力争13-5期间淘汰落后火电机组规模超过2000万千万 分析认为在政策的大力推动之下 相关环保设备生产企业将从中直接受益 因此可以关注科荣环境 三维斯科林环保飞达环保等等